生活中有些人自作聪明 企图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 然而最终的结局 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两起案件 两个自作聪明的当事人 一个是假绑架便真绑架 一个是被害人便被告人 他们最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 自作聪明食苦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 喜欢耍小聪明的人 他们为达目的 总爱耍些投机取巧 旁门左道的小把戏 可把戏虽小 埋下的祸根可不小 祸根结出来的苦果 他们最终也只能自己 吞进肚子里 今天我就要给大家 讲两个案例 一个是自作聪明 结果假绑架变成了真绑架 另一个是自作聪明 诬告他人 最终自己蹲了监狱 201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 电影里绑匪通过短信索要赎金的一幕 正在南方某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上演 女租客胡兰兰 接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内容是 一手交钱 一手赎人 八千元枕 不许报警 短信的后面还附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一个少年被捆着双手 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 胡兰兰一眼就认出 倒在地上的少年 正是自己还在读高中的弟弟胡小刚 胡兰兰顿时瘫坐在了地上 说起这对姐弟俩 还真是命运多舛 胡兰兰今年25岁 胡小刚今年17岁 姐弟俩原本生活在一个英识的家庭 但一年前 一场车祸夺走了他们父母的生命 随着噩耗一同传来的 还有父亲早已破产 且负债累累的消息 胡兰兰和胡小刚这才知道 家里的房子车子 早就被父亲抵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胡兰兰决定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他把弟弟安排进了寄宿高中之后 背起行囊去了外地工作 所以接到绑匪的短信 胡兰兰怎么也想不通 这绑匪怎么这么不开眼 挑上他们穷困潦倒的姐弟俩 可胡兰兰也不敢违抗绑匪的命令 轻易报警 胡兰兰没办法 只好拨通了前男友李欧的电话 李欧和胡兰兰是在大学时候就认识了 大学时两人就是情侣 后来胡兰兰因家庭变故去了外地 李欧则留在本地工作 半年后两人因为相隔两地分了手 分手后两人就没再联系了 这次胡兰兰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联系了还在老家的李欧 深夜接到前女友的电话 李欧还是挺意外的 不过在听完胡兰兰的哭诉 看了胡兰兰转发来的绑匪的短信后 李欧还是安慰地说 兰兰 你别急 从照片上来看 小刚人应该还没事 现在绑匪要八千元的赎金也不多 这样吧 我先去筹钱 明天就去找绑匪把小刚赎回来 听了李欧的话 胡兰兰十分感动 李欧也说到做到 挂了电话 一刻不停地就出门筹钱了 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第二天一早 胡兰兰便乘车往家干 她一心期盼着弟弟能够平安获救 然而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 给她带来了更大的打击 她赶紧拿出电话 可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胡兰兰立刻紧张了起来 果然这通电话是绑匪打来的 而这次绑匪还突然狮子大开口 把原来八千元的赎金 提高到了整整六十万元 还威胁胡兰兰说 不许报警 不给钱就等着给胡小刚收尸吧 这可把胡兰兰给吓坏了 她急忙打电话给李欧 可李欧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难道李欧也失联了 李欧去找绑匪 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胡兰兰彻底乱了阵脚 于是就毫不犹豫地 直奔公安局报了警 警方了解案情后 立刻展开调查 民警在对胡小刚的同学老师 进行调查询问时 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那就是胡小刚 最近被学校处分了 原因是欠了同学八千元的赌债 后来还是胡小刚再三承诺 去找姐姐拿钱还债 事情才平息下来 可胡兰兰却说 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这赌债的事 胡小刚也从没找过她要钱 这时胡兰兰突然想起了李欧 她立刻对民警说 我前男友李欧 昨晚上去筹钱 找绑匪赎我弟弟了 结果今早上就联系不上了 她会不会也有危险 民警听后发现 现在一人被绑架 一人失联 他们不敢怠慢 立刻请示上级公安局 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手段 对绑匪使用过的两个手机号码 进行追踪定位 通过定位 警察很快锁定了 位于城郊的一处废弃工厂 民警们火速前往 核枪实弹 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厂房 狡猾的绑匪 还是察觉到了响洞 一闪而过 朝厂房的深处跑去 民警见此 也剑步追上去 进行围堵 很快将这名逃跑的男子抓住 接着民警也在厂房的角落里 找到了被捆绑的胡小刚 民警将男子和胡小刚 一起带回了公安局 这名绑匪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受胡兰兰委托 去找胡小刚的李欧 绑架弟弟的人 竟然是自己的前男友李欧 胡兰兰无论如何 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那么这个李欧 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面对警方的讯问 他不得不说出了案件的经过 当晚李欧看见胡兰兰 传来的绑架短信和照片 他一眼就认出 照片里的地点是他以前 常和胡小刚去打篮球的废弃工厂 李欧就怀疑这个绑架必有蹊跷 所以他假称去筹钱赎人 实际上是到废弃工厂一探究竟 果然在工厂里他就找到了胡小刚 胡小刚也坦白地告诉李欧 说他不敢直接向姐姐 要八千元钱还债 所以设计出了绑架自己的苦肉计 目的是为了问姐姐要钱 胡小刚还恳请李欧说 不要把这事告诉姐姐 并哀求李欧配合他完成这次绑架 李欧想了一会儿 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 这让胡小刚十分地开心 他觉得有李欧的支持 骗到姐姐这八千元钱 就更有把握了 可他却不知道 此时李欧的心里 已经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 什么算盘呢 那就是假戏真做 真的绑架胡小刚 然后向胡兰兰讨回二十万元投资款 这二十万元投资款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二十万元啊 是李欧在胡兰兰父亲 还在世的时候 把这二十万元交给了他 可胡兰兰把李欧的钱 投入股市后不久 就遇上了大雄士 持续低迷的股票市场 让李欧这二十万元 很快就蒸发得所剩无几 加上不久后 胡兰兰的父亲意外离世 他多次要求胡兰兰还钱 可胡兰兰却说 钱被套在股市里 还说李欧委托他进行股票投资 就应当承担投资的风险 他们俩啊 为这件事是隔三差五的吵 最终不欢而散 老眼纷飞 所以这次胡小刚绑架自己 让李欧看到了讨债的机会 李欧还决定啊 一不做二不休 不仅要讨回二十万元的本钱 还要讨回胡兰兰承诺的 投资收益四十万元 一共六十万 于是他立刻联系了 他的同伙来到工厂 趁胡小刚大意的时候 把胡小刚严严实实地捆了起来 还让同伙买了个新的手机号码 打给胡兰兰索要六十万元赎金 这就是为什么 两次索要赎金的数额 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了 最终在李欧的协助下 民警也将他的同伙捉拿不要 很快检察院以绑架罪 对李欧及其同伙提起公诉 然而法庭上 李欧的辩护人却对起诉的罪名 提出了异议 李欧的辩护人提出 李欧只是想讨回债务 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务的故意 所以不构成绑架罪 只构成非法拘禁罪 那么这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 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这个案件的法律点 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 我国刑法第239条规定 绑架罪是指 以勒索财务为目的 绑架他人的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 而第238条规定 非法拘禁是指 非法拘禁他人 或者以其他方式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所以从客观行为上来看 这两个罪 同样都剥夺了他人的人身自由 但这两个罪 在量刑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就是同等情况下 绑架罪判得重 非法拘禁罪判得清 这也使这两个罪 成为类似案件中的争议焦点 那么如何区分这两个罪呢 关键就在于 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绑架罪行为人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取 侵犯他人财务的目的 而非法拘禁罪 则是单纯的侵犯他人人身自由 主观上没有占取财务的故意 对此呢 刑法第238条第3款 还特别规定 规定是这样的 为索取债务 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 以非法拘禁罪 定罪处罚 可见仅仅是想取回债务 而控制他人的 构成非法拘禁罪 而非绑架罪 那么李欧向胡兰兰 追回60万元 因为投资而引起的债务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 李欧的行为是非法拘禁 而不是绑架呢 法院将如何判决呢 首先 李欧交给胡兰兰 20万元委托投资款 胡兰兰也的确将 20万元投入了股市 并未挪用 因此双方之间 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 李欧投资20万元 却向胡兰兰索要60万元 索要的金额 已远超出他投入的成本 他的主观心态 已经明显超出了所在的目的 存在勒索故意 构成绑架罪 经查明 李欧在绑架过程中 对胡小刚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暴力行为 应当从众处罚 但其归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罪行 并协助警方抓获了同伙 具有立功表现 而他的同伙在接到警方的通知后 能主动到案如实供述 构成自首 因此 对二人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最终 法院判决 李欧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判决同伙 有期徒刑七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案件落下帷幕 胡小刚欠下赌债 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予以弥补 但他却自作聪明 设计了绑架自己的苦肉计 以勒索姐姐要钱还债 因此 才让别有用心的李欧 有了可乘之机 最终 弄假成真 也只能自食苦果 男孩自作聪明骗姐姐 却让自己真的被绑架 另一案件 当高店老板娘包被偷 为报复小偷 她谎报损失 老板娘本是丢包的受害者 却因为自作聪明被提起公诉 她最终将付出什么代价 自作聪明食苦果 正在播出 接下来是今天第二个案例 发生在南方一个小镇 镇上 有一家老字号的糕点店 这家糕点店呢 是老板大龙和她的老婆 开的夫妻店 可这天 店里来了一个小姑娘 她在柜台前 仔细地挑选糕点 大龙老婆见了呢 却立刻收起了热情的笑容 脸色一沉地说 我们店是做正经买卖的 不欢迎你这样 手脚不干净的人 女孩听这话 脸一红 扭头 一溜烟地就跑出去了 这女孩被自己赶跑了 大龙的老婆十分得意 可不一会儿 她就尖叫了起来 憨道 我的皮包呢 我的皮包不见了 一定是邱小云那个死丫头偷的 我就知道她来没安什么好心 大龙的老婆二话不说 立刻报了警 邱小云是谁呢 为什么大龙的老婆 对她这么有敌意呢 邱小云啊 就是刚才来店里的那位小姑娘 大龙的老婆告诉民警 邱小云是父亲的街坊 家里穷得叮当响 邱小云的父亲因为偷东西 现在还在牢里关着呢 母亲抛下女儿跟别人跑了 邱小云现在和奶奶相依为命 以前啊 她看着孩子可怜 让她来糕点店里帮过一段时间的忙 可后来啊 发现这孩子手脚不干净 就把她给开除了 说到这儿 大龙的老婆愤愤不平地说 她一定是记恨我炒了她鱿鱼 才偷我的皮包报复的 警察同志啊 你们可一定要把这死丫头找回来呀 我的包里可是有六万八千元钱 是我用来进货的钱啊 民警兵分几路 搜捕邱小云 很快在离糕点店不远的一条小巷子里 发现了鬼鬼祟祟的邱小云 邱小云见着民警啊 就像老鼠见着猫似的 撒腿就跑 不过慌不择路的她 很快就被民警控制 并带回了公安局 民警调查发现 邱小云只有17岁 还是未成年人 根据法律规定 必须通知她的家长 可再一调查 邱小云的家庭情况 果然呢 和大龙老婆说的一模一样 唯一陪伴邱小云的亲人啊 就是她的奶奶 70岁的邱老太 可邱小云听说民警要联系奶奶 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几乎要哭出来的哀求说 求求你们别告诉我奶奶这事 她身体不好 受不了这刺激 你们问我什么 我一定老实交代 大龙老婆的皮包啊 是我拿的 里面的钱 我一分没动 都放在巷子尾的墙缝里了 邱小云带民警们 找到了大龙老婆的皮包 民警本以为案件就此了结了 然而当他们打开皮包时 却发现里面 竟然只有八千元现金 而大龙的老婆报案时 明明说包里有六万八千元钱 那么其余的六万元钱又去了哪里呢 民警疑惑地问邱小云 就这么多了 邱小云连连点头说 嗯 就这么多了 全在里边了 这事儿是我不对 可大龙的老婆也太欺负人了 我拿她的包 也是为了拿回我被扣的工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几个月前 大龙好心收留了邱小云 到店里打工赚钱 让她负责包装和销售糕点 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 邱小云却发现 大龙的老婆正鬼鬼祟祟的 把大龙扔掉的过期糕点 又给捡了回来 还重新包装 并打上了新的生产日期 跟着第二天新鲜的糕点 混在一起 再次销售 这让邱小云目瞪口呆 第二天清早 邱小云想都没想 就把昨天自己看到的一幕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龙 大龙听了十分生气 当场把老婆叫过来对质 可没想到 大龙的老婆不仅不承认 还说昨天晚上 是邱小云偷偷摸摸来店里 想偷东西被自己逮了个阵着 所以今天为了报复才编出谎言 来污蔑自己 接着大龙老婆还阴阳怪气地说了 哼 真是上梁不振下梁歪啊 有个小偷的爹就有个小偷的女儿 这时大龙也犯了难 邱小云和妻子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没办法的情况下 最后大龙也指得 霍悉尼地把这事做罢了 自那以后 邱小云和大龙老婆算是结下仇了 得罪了老板娘的邱小云 自然是没好果子吃 不到一个月 大龙的老婆就找了个理由 客扣了小云大半个月的工资 并将她开除了 邱小云丢了工作 但却不敢告诉奶奶 可没了经济来源 接下来的生活怎么办 于是决定啊 自己去找大龙的老婆 讨回工钱 可大龙老婆呢 不仅不给钱 还羞辱邱小云 说邱小云一家子歪瓜裂枣 邱小云觉得被羞辱 忍无可忍 所以才决定以偷的方式 拿回工钱 并报复大龙的老婆 说到这儿 在公安局里的邱小云泪如雨下 她为自己的一时冲动和鲁莽 后悔不已 不过如果邱小云没有撒谎 那不翼而飞的六万元钱 又去了哪呢 民警再次找到了 大龙的老婆询问 您说被偷了六万八千元钱 那这钱是从哪里取出来的 大龙的老婆 被民警这个问题问懵了 结结巴巴了半天 才回答说 这个钱是从 电力收银机里拿出来的 可过了一会儿 她又改口了 说是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她前言不答后语的回答 让民警产生了怀疑 经过调查核实 民警发现 无论是大龙老婆的 哪一种说法 都不能成立 这时 大龙的老婆瞒不下去了 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 她的包里 根本就没有六万八千元钱 只有八千元 但她对邱小云 给大龙打小报告这事 一直耿耿于怀 所以 这次 邱小云偷到自己头上 她就想借机 教训一下邱小云 报警的时候 她就故意 多说了六万元钱 夸大损失 目的是想让邱小云 多尝点苦头 很快 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 对邱小云提起了公诉 法庭经审理认为 邱小云是未成年人 意识糊涂 误入歧途 最终判处邱小云 军役五个月 缓刑五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五百元 大龙老婆 见自己的阴谋 没能得逞 心有不甘 正琢磨着 怎么才能再找到机会 出了这口恶气的时候 检察机关 却以涉嫌诬告陷害罪 将她告上了法庭 明明是邱小云 偷了她的包 法院也按盗窃罪 给邱小云判了刑 那大龙老婆 作为受害者报警 怎么反而成了被告人呢 这里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这个案件 要讲的法律点 诬告陷害罪 根据我国刑法 第243条规定 诬告陷害罪是指 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使他人 受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的 应当处于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班中 大龙的老婆 被邱小云盗窃了 八千元钱 的确是受害者 可他却为了报复 故意捏造出了 六万元钱的损失 盗窃八千元钱 属于盗窃数额较大 量刑区间 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而盗窃六万八千元 则属于盗窃数额巨大 量刑区间 也就变为了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所以 虽然邱小云盗窃八千元钱 构成盗窃罪 但大龙的老婆 又捏造了六万元钱的事实 意图使邱小云 遭受更为严厉的刑事追究 所以她的行为 已经构成 诬告陷害罪 最终 法院判处 大龙的老婆 拘役四个月 在这个案例里 大龙的老婆 在财务被盗后 及时报警 并没有错 但她意图 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关 报复邱小云 她虽然自以为聪明 但最终 也没能逃过 灰灰法网 自食了苦果 今天这两个案例 就讲完了 第一个案例中 胡小刚欠下赌债 本应该向姐姐 坦白错误 接受批评教育 但她为了逃避责任 自作聪明 想出了绑架自己 勒索姐姐的荒唐招数 第二个案例里 大龙的老婆 对邱小云的揭发 怀恨在心 卫达报复目的 竟然敢铤而走险 向公安机关 夸大损失 诬告陷害邱小云 最终 他们也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为自己自作聪明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好的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获得 更多法律资讯 敬请您关注 CCTV法律讲堂 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再见 大龄女子新婚不久 得知自己怀孕 嚎啕大哭 怀孕是好事啊 你怎么还哭呢 单位主管设计刁难 竟然因为女子 不肯流产 将女子开除了 要孩子工作没戏 要工作 孩子没戏 女子未案单位 规定顺序怀孕 最终能否得到 解职赔偿金 插队怀孕遭解雇 下期播出